这么大一个煎饼果子 真的是 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个店 什么店 这个店在某平台上 是名列前茅的煎饼果子 你叫这么大 越是在这种深深的胡同里 你越觉得它很厉害 对 就是在胡同里之后 是在超市里面 叫大华煎饼 老板好 好 你这个店在这多长时间 我这个店开了就大概有快十年了 但是搬到这边来的话是一般年 一般就搬到这边来 听说很火 所以有一些就外国的游客 慕名而来 煎饼果子在国外 现在变成一个很旺的一种 就有点像汉堡那种东西 在纽约或者是街头都有摆煎饼 哇塞 外国人试货 什么叫做顶配 里面就是圣诞加勒培根和芝士 加勒培根和芝士 比较西化的 对 风气结合的 我想要吃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就是传统的 丹蛋或者是双蛋就可以了 丹蛋好了 丹蛋 但是我想要辣椒 我要丹蛋 然后我那个酱不要太多 是甜面酱吗 是甜面酱 那我也不要太甜 我要一滴滴辣椒 一个不要葱香菜 一个要葱香菜 要葱香菜的那个可以辣一点 不要葱香菜的少辣一点 那个面糊是用什么来做的呀 主要是绿豆面 摊平的感觉可以看到一些颗粒感 我也觉得煎饼果 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 对 还有油 双黄蛋 哇 我们两个一个双黄蛋 赶快开一下 真可以 说大家好事成生 是 我们两个都是双黄蛋 对呀 可以请我们吃一片宝醋吗 谢谢 小的给我吧 吃吧 拿到这个 吃吧 好 饼干 嗯 好酸哦 谢谢 好 谢谢 最初的味道 不舍得情怀 这么大一个煎饼果的 真的是很物有所知 对 谢谢 谢谢 嗯 可以 好吃 我觉得今天醉那个的 居然两个双黄蛋 我觉得好高兴啊 对呀 怎么办 吃完中饭还吃不吃 应该不吃了 因为这种就可以当中饭 很好啊 我觉得 对呀 对呀 对呀